第一篇生 第一章 在死亡的镜子中 第一次接触死亡的经验 是在我七岁左右 那时候 我们准备离开东部高原 前往西藏地区中部 我的上师蒋阳钦哲 有一位侍者名叫桑腾 他是一个很好的出家人 在我童年时代很疼我 他的脸明亮 圆润又丰满 随时都会开言而笑 因为他很随和 所以是寺庙中最受欢迎的人 我的上师每天都会开示佛法 传授灌顶 领导修行 主持法会 每天终了 我便召集同伴 做些小表演 模仿早上的一切 桑腾总会把我的上师 早上穿过的长袍借给我 从来没有拒绝过 后来 桑腾突然病倒了 显然随时会死亡 我们不得不延迟出发 随后的两个星期 令我终生难忘 死亡的臭味 乌云般笼罩着一切 我一想起那段日子 就好像闻到那股味道 整座寺庙 弥漫着浓烈的死亡气息 但一点也没有恐怖的气氛 有我的上师在 桑腾的死 就显得特别有意义 变成我们每个人的课程 在我上师下注的小寺里 桑腾躺在靠窗的床上 我知道他将不久于人世 我不时走进那个房间 坐在他旁边 他已经不能说话了 脸变得憔悴而干瓶 让我大为吃惊 我很明白 他就要离我们而去 我们再也看不到他了 我感到非常悲伤 孤独 桑腾死得很辛苦 我们随时听得到 他极力挣扎的呼吸声 也闻得出他的肉体正在腐坏 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桑腾身上 整个寺庙 鸦雀无声 只剩下他的呼吸声 虽然死亡的永长过程 折磨得他很痛苦 但我们看得出 他内心很平静 对自己也充满信心 开始时 我无法解释这一点 但后来我知道了 他的来源 他的信仰 他的训练 还有我的上师就在身边 我虽然感到悲伤 但知道 只要我的上师出现 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因为他能够帮助桑腾解脱 后来我才明白 每一个修行人 都梦想在上师面前死去 能有让上师引导他 走过死亡的福气 将杨青哲在引导桑腾 宁静地走向死亡时 向桑腾开示了 他正在经历的每个过程 我的上师 我的上师知识精确 自信祥和 令我惊讶不已 只要上师在场 即使是最焦虑不安的人 也可以在他安详的信心中 安下心来 现在 江阳青哲正在告诉我们 他对于死亡毫不恐惧 这并不是说 他将死亡看得很草率 他经常告诉我们 他也怕死 警告我们 不要幼稚或自满地对待死 然而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我的上师 在面对死亡时 能够这么镇定从容 实际而又出奇地 无忧无虑 这个问题 让我着迷不已 也让我神往不已 桑藤的死震撼着我 七岁时 我第一次看到 自己接受训练的 那个传统 竟然如此法力无边 我开始了解 修行的目的何在 修行 让桑藤接受死亡 也让他 清楚地明白 痛苦可以是一个 深度的 自然进化过程的 一部分 修行让我的上师 对于死亡 了如指掌 知道如何精确地 引导人通过死亡 在桑藤原济后 我们启程前往拉萨 费时三个月 那是一段辛苦的马背旅程 从那儿 从那儿我们继续前往 藏中和藏南朝圣 这些地方都是七世纪以来 将佛教传入西藏地区的 圣贤 王者和学者 王者和学者 和学者铸足的圣地 我的上师 是西藏传统中 许多上师的化身 声誉重隆 因此所到之处 都受到热烈的欢迎 我对那次旅程 极感兴奋 美好的回忆 仍然萦绕脑迹 藏族人起得很早 为着能充分使用 自然光线 天一黑 我们就休息 破晓时分 一起床 第一道曙光照临前 背负行李的牦牛 就准备启程了 大伙儿拆下帐篷 最后才拆除 郭灶和我上师的帐篷 探路者先行 寻找适宜的扎营地点 中午左右 我们会停下来扎营休息 我喜欢在河边扎营 倾听潺潺的流水声 或坐在帐篷里 听着雨点拍大棚顶的声音 我们的队伍不大 总共约有三十顶帐篷 白天我骑在金黄色的骏马上 紧挨着我的上师 路上他不停地开誓 说故事 修行 并特别为我设计一些 修法练习 有一天 当我们快到阳桌庸错圣湖时 远远看到湖面反射着 碧玉般的光芒 队伍中的另一位喇嘛 左顿 又面临死亡的威胁 喇嘛左顿的死 给了我另一个巨大的教训 她是我师母的老师 师母迄今仍然健在 许多人认为她是西藏最有修行的女性 对我来说 她是一位隐形的上师 和蔼可亲 恭敬前程 喇嘛左顿 身材魁梧 就像大家的爷爷 他六十多岁了 很高 头发灰白 流露出丝毫不娇柔造作的 绅士风度 他也是禅定功夫 很深的修行人 只要一靠近他 就会觉得安详庄严 有时候他会斥责我 我也会怕他 但即使在偶尔的严厉时刻 他也从来没有失去热情 左顿的死 很特别 虽然附近就有一间寺庙 他却拒绝前往 他说不想留下一具尸体 让他们清理 因此 我们照往常一样扎营 围成圈搭起帐篷 左顿由师母护理和照顾 因为他是他的老师 当他突然叫他过来的时候 帐篷内只有我们三个人 他对师母有一个亲切的称呼 阿咪 在他家乡话中的意思是 我的孩子 阿咪 他温柔地说 过来 事情 就要发生了 我没有其他忠告 可以送给你 你现在这样子 很好 有你在身旁 我就高兴 你要像过去一般 伺候你的师父 他当下就转身往外跑 但被他拉住袖子 你要去哪儿 他问 我要去请任波切 他回答 不要烦的 没有必要 他微笑着说 我与上师之间 是没有距离的 话刚说完 他就凝视着天空 过去了 师母挣脱身 跑出帐篷 叫我的上师 我愣在那儿 动弹不得 我很惊讶 竟然有人 这么信心满满地 面对死亡 佐顿 大可以请来 他的上师帮助 这是任何人 都很期待的事 但他 却一点 也不需要 现在 我知道各种原因了 他的心中 早就正得 上师的现前 江阳 江阳亲者 与他 同在 就在 他的心中 他觉得 不曾有一秒钟 离开 上师 师母 真的把 江阳亲者 找来了 他 躬身 进入 帐篷的样子 我记忆 有心 他 看了一下 佐顿的脸 盯着他的眼睛 咯咯笑了起来 他一向叫他 拉根 老喇嘛 这是他 热情的表示 拉根 他说 不要停在 那个境界了 我现在明白 他看出 佐顿 正在休息一种 特殊的 禅定法门 把自己的心性 和真理的虚空 融合为一 能与死时 在此境界 停留数日 拉根 我们是旅人 是流浪者 不能救后 来 让我 引导你 当时我吓呆了 接下来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如果不是我亲眼目睹的话 我绝对 不会相信 佐顿 左顿 竟然复活了 我的上师 就坐在他的身边 带着他修完泼瓦法 引导他临终前的神石 走过死亡 波瓦法 有多种修法 他当时使用的方法 最后是由上师 送三遍 阿字母 当我的上师 送出第一个阿时 我们听见 佐顿 跟着他 大声念 第二声 比较微弱 第三声 发不出音 他就走了 桑藤的死 教我修行的目的 喇嘛佐顿的死 让我发现 具备他这种能力的修行人 活着时 经常隐藏 他们的非凡特质 事实上 有时候 他们仅在死亡的那一刻出现 即使那时候 还是小孩子 我已经知道 桑藤的死 和喇嘛佐顿的死 截然不同 我知道 差别在于 一个是终身修行的 虔诚的出家人 另一个是体症 比较多的修行人 桑藤 以平凡的方式死去 虽然痛苦 却充满信仰的信心 喇嘛佐顿的死 展示了 他精通修行 在佐顿的丧礼举行后不久 我们就住进 阳桌的寺庙 像平常一样 我还是睡在上师旁边 我记得那个晚上 我睁大眼睛 看着苏油灯的影子 在墙壁上晃动 其他人 都已经呼呼大睡 只有我彻夜难眠 哭了一整晚 我躺在那儿 想着死亡 和我自己的死 在我的悲伤当中 慢慢浮现出 一种深沉的接受 由此 我决心把一生 奉献给修行 因此 在我年纪很小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 面对死亡 探索死亡的含义 那时候 我根本想象不出 到底还有多少种死亡 将继续发生 失去家人 和我自己拥有的 每一样东西 就是一种死亡 我姓拉卡藏 来自西藏 最富有的家族 自十四世纪以来 我的家族 一直是护持佛教 最得力的望族 护持佛法 协助大师 推动弘法工作 最令我心碎的死亡 不久就发生了 那是我的上师 蒋阳钦哲的死亡 失去它 我觉得 我已经失去 生存的基础 西藏生死书 今天就播送到这儿 感恩大家 通过善有仇 公益众筹平台 支持大藏经 精品语音工程 earrings 阿姨 词咖啡 敷 kisse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